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找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次 新闻来自澳洲 澳洲最赚钱的行业 很多人都知道是我们的抗业 但是这个抗业居然 是这么骚髒 安装不堪 不是说他 真是很骚髒的那种感觉 但事实上都是 骚髒的 比较安装,做这些工作挺辛苦的 不过 因为人工还不错 所以吸引了很多女士去做工的 其实我有个朋友是学电影的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女孩子 她也去了抗 山那里做工的 因为 电影你知道啦 找食比较难 现在收入都不错 亦和苏格兰籍的澳洲人结了分 我们看到 澳洲昨天就公布了一份行业报告 令到澳洲国内外 是一片哗然的 不单止我们的媒体有报导 甚至CNN 比比4 这些 在西人当中算是 几出名的媒体都有报导的 那他们就用 令人震惊 蟹人听闻 完全不可接受等等等等等等的词 来应用 在 抗业的 这些 想工 当然 这份报告也是 讲述了大量 可怕的霸王硬想工的案件 是怎样发生的 包括我们最大的企业 包括必和必托 力托 伍德塞德 等等的抗业巨头 更加令人震惊就是 很多时候 这些霸王硬想工的事件 往往 被人当是疑气 完全是被人忽视的 甚至 被认为 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 做坏事的男子 亦并未受到 惩罚 通常 最多就是 换了缸位 换了缸位 再重点 就炒了你 报告也说 相对于 女员工受到的 这些叫 欺负 其实 公司更加看重置身的声语 并且没有全力为女员工 争取最佳利益 虽然 这份报告 是 针对 调查结果提出了24条改进意见 但是 当地的 官员也说 想要解决这些困扰问题 要一条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看到CNN是有报道的 他就用这个horrible 来形容 当然 可能真是 十分可怕 现在 因为他要保护 这些 证人 所以 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 已经交给相关部门 我们看到 有一位 西澳的 女矿工 应该说是矿业工作人士 不一定每个都是下矿的 有些是做 这个paperwork 其实 一位在西澳做工的 矿业 女工人 受到霸王硬上工之后 感觉绝望 十分惨 他就说 感到很噁心 羞恥 安装 而且非常困惑 而他的遭遇当然是当地 抗业女职员的冰山一角 根据这份报告 就说 他们深入了当地 抗业的黑暗角落 很多参与调查 受害的女士 是第一次讲述自己的经历 他们来自 必和必拓 力拓 伍德塞德等等的知名能源公司 还有来自 福特斯 富 金属 企业等等的抗业巨头 警方就估计 过去两年里 他们 已经 接到23宗霸王硬上工的事件 但是他们估计 是 几倍都不但止的 如果根据这份报告 根据 这些被害人的描述 报告是收集了很多霸王硬上工 是一些 不好的骚扰的案件 真是令人深邃的场景 一些女性员工 就被要求 是 可以跟一些 上层的 抗业人士 做一些不法的交易 好像这样 一名女子 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有 戴卡车的 在抗地也是 因为他有 的操作机器 除了戴卡车之外 除了一些操作的机器 其实是 不用太大体力去做的 好像一名女子驾驶货运卡车 差点出事了 但是现场的主管就说 不如这样 你今晚就来我 房吧 大家知道去什么意思 去他的房 搞定了之后 就帮他摆平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一名女子 在他的 礦地 当然有些出去租 有些在礦 牆附近都是有宿舍的 一名女子就说在宿舍 不知道为什么 是被人家坑坑了 醒了的时候 就是 什么都没有在身上 穿衣服的 没有穿衣服 牛仔褲 和 其他衣物 就用来绑索他的手手脚脚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名员工 也曾经向上级报告 遭受到男同事的一些不好的骚扰 这位上级就说 不如这样 你让我押住你 押住是什么意思 大家明白的 当然 后来 真的有这样做 真的太过偶心了 说真的 还有很多女员工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被人 用一些不好的语言 去 骚扰 他们房间被人正正地放上了一些 一些比较 成了年的人才玩的一些玩具 甚至 在户外他们被人跟踪 手机 也收到很多 有暗示的短讯 和照片 一些工地 还存在着 叫做 产土 的 权力游戏行为 即是如果 女性是拒绝 和某些人是有关系的话 对方 就会将 铁矿石倒在 女性 那辆 卡车的 驾驶室里面 让你很麻烦 要清理 在报告当中 西澳洲 议会 调查委员会主席 Nibi Mattam 他就感谢了那些肯 站出来 是揭露 恶行的女子 他亦说 他对问题的规模和深度感到很惊讶 是远远超乎预期的 这样就表明了这个行业 在保护员工方面 做得很失败 根本是毁灭性的打击 不可以原谅 都21世纪 澳洲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竟然发生 那么安装不堪的事情 真是令人嘔心 这份报告 亦引发了 澳洲资源部长兼 北澳事务部长 轻小姐的注意 他亦说 这些事情是可恶的 他们不应该成为 现代职场的一部分 但是之前我们摸总摸总 因为之前 澳洲的议会就是霸王硬上工事件 前政府就说这个是职场文化 总要改善 令到很多人很生气 当然 这位部长亦说 资源行业的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是至关重要 每个工人都有权在工作场所受到尊重 女性工人 需要知道他们在工作中是安全的 他们有权在抗业当中 是 获得有益的职业 而不被人家欺负的 另外 西澳大利亚的 采矿业 很厉害的 起码 是有几十亿澳币的 一个 是有助于推动澳洲国家经济的行业 但是 居然是系统性 和令人争户地做这些事情有些人 实际上 对于澳洲来说 西澳的经济地位真的很厉害 这个州是一个 资源丰富的地方 面积是法国的四倍 是一个庞大 铁矿石工业中心 当地 的资源行业 在上个财政年度 就录得出口额是高达 而且创纪录 就有2100亿澳币 就是1500亿美金左右 但是 西澳的很多扩山地理位置很偏僻 地处在沙漠的深处 陆路交通难以到达 63%的工人 就是fly in fly out 和小弟以前一样 即是 飞出飞入的工作方式 在这个地方就做十天工 之后就回家休息十天再回去做工 这个比例显著 高于 其他州 工地的 员工 当然以男性为主 由于与外界相对隔 女性员工面临的安全问题很突出 这份报告 亦显示了 Fly in fly out 即是飞入飞出的工作场所 往往是大部分 这些 骚扰事件的滋生地 很容易发生 因为 这个 喝大两杯 亦有些人 吃些违禁品 还有有些人 澳洲其实也很大男人 有些人就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 大家 都是 觉得相当噁心 根据澳洲政府的数据显示 在 今年5月 澳洲抗业员工就达到30.26万人 其中包括5.25万名女性 无论从女性员工数量 还是总体比例来说 都是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 但是 女员工群体 在扩大的同时 自身的权益就没有得到好好的保护 调查结果也说 在报告当中 工作中遭受到一些 不好待遇的女性抗工 其实 是有74%的女性抗工试过 挺惨的 其实今年 巴西力托集团 亦有一项 独立调查发现 28.2%的 女性 其实 在抗地工作的时候 受过骚扰 有21名女性就报告 他们实际上差点就被人霸王硬上工 自从 2019年以来 力托 在西澳洲的工厂 因为有些男士就不规矩 被人炒了48个人 根据这份报告显示 大部分接受调查女性 在很多情况下 被人霸王硬上工 但是做坏事的男性 是没有受到惩罚 最多就是 换了工作地点 或者 在第二间公司做工 就是炒了去第二间做 没有惩罚的意思是法律制裁 这份报告也发现 虽然受害人所在的公司 对于这些 事件 是发出过 真诚的谴责声明 但是 很少是承担 导致这种状况的责任 当然 所有公司都对 他们的员工来说 安全 是他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 女性员工 遭受到的 侵害事实 是比其他 人士多的 很明显 公司流程 是经常是无效的 他们更加 是想保住公司的声语 为了保住公司的声语 他们就不敢 是大张旗鼓的拉一些 或者叫报警 叫警察拉那些 做了坏事的人 除了 是揭露女性抗工的遭遇之外 这份报告 亦都对调查结果提出 24项建议 就是敦促採取更有力的行动 更好地支持女性工人 包括 改善工作场所 男女数量的 比例 政府建立 一些论坛 资讯机构 去听取 记录 女性的 一些不好的经历 而且帮助他们 在工作场所 按多些 闭路电视监控 为员工宿舍 更换更好的照明系统 闻锁 以及其他的安全措施 而且要建立 適度的 叫做 饮酒 规范 其实 这些坏事在任何工作场所 都是 一些 坏的 榜样 有些人会copycat 所以 这次新的澳洲政府 将会致力于实施报告当中所有的建议 并且与资源行业 合作 消除这些隐患 西澳抗业及石油部长 Bill Johnston 他就说 州政府 和受害人是站在一起的 州政府都希望用任何方式支持他们 这份报告 是一次及时的提醒 我们需要努力改善这种状况 西澳洲 的女性权益部长也都说 这些事情 是非法的 而且已经存在了好一段时间 所以 我们首先需要 雇主去严肃对待这件事 他也认为 骚扰和霸王硬上工在所有行业都有 我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你说是否所有行业有呢 我都相信 是的 但是因为 抗业这个行业相当特殊 因为男子的比例真的很高 刚才我们也说过 有件 发生在之前 议会的霸王硬上工事件 原来 有一些比较 tricky的消息 就是比较 过瘾的消息 不是那么过瘾才对 应该这么说 因为 澳洲首都领地最高法院 知道了 澳洲一位知名的主持 Lisa Rickinson 在Logic 这个颁奖典礼上 曾经是被警告的 被警告什么呢 就是说他可能会引发 推辞被指控 霸王硬上工前 公党工作人员 Britany Hingis的男子的审判 不过他又不听人家说 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 Lucy Macaulam 他就说 Lisa Rickinson 没听从建议 他在他获奖的演讲当中 公开这样提到并且赞扬 目前 审判中的投诉人 因为你是司法程序当中 你不能说那么多 当然 法官亦都说 大量的宣传 现在已经 抹去了指控 和有罪判决之间的区别 这位 来自澳洲首都领地的大法官 亦都说 很违陷地 咬牙切齿地做出 推迟 判决的 决定 并且指出 推迟审判 会对司法进程 产生腐蚀性作用 不过一定要这么做 因为 这样对于 这个被告来说是不公平的 他也说不出所料 这个裁决和演讲的内容 已经 成为了 大众进一步评论的话题 在这位法官看来 最近的宣传 确实是改变了局面 因为他的直接性 强道 还有他有能力抹去一项 未经法律 检验的指控 和一项 被陪审团根据证据 做出真实判决的指控之间的重点区别 他就觉得 要对被告公平 大众 认为这个事情 即是被告的罪行成立了 这样法治的重要性就会荡然无存 之前 其实 这位法官也说过 他没有 围绕这个案件 发出禁制令 是错误的 他 初初以为这个媒体人 是会守规矩 但是他错了 他就说 他的担心原来是对的 指控和 认定有罪之间的区别 完全被抹去 即是指控 大众的眼光和真真正正法律判例有罪 现在是 完全没有区别 因为大众觉得你有罪 他就觉得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这位法官也说得对的 他应该是 暂时此时此刻那位男士都是无罪的 但大众已经是 当他有罪了 所以 这个Lisa Rickins作为一个传媒人 她的 隐含的意思就是 她的故事是真的 但是对于判案来说是不公道的 对于被告来说 其实 Rickins这位传媒人 因为去年2月采访了 这位 Brittany Hengist 这位受害者 的节目 而在 之前的Logic 媒体掌是得到认可的 在采访当中 其实这位 自由党的前党工 是介绍了他 2019年3月22号的晚上 在前国防部长 Linda Reynos 的办公室 被一名同事霸王硬上工的指控 这些指控 是令到 大家对于国会大厦 对女性是否正义和公平 是一个很大的讨论 这宗案 律师 和 检察官都觉得 因为这个媒体人在颁葬典礼的言论 受到影响 他的言论 其实 就等于 跟公众说 这宗案等于是判了 总之女事主肯定是 很严重 被人搞的 但是 最后这位 传媒人有机会被人 判他藐视法庭 还有我觉得 这个传媒人也是 不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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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进入了司法程序 你不可以说 任何关于案情的事 当然 他当时说什么呢 这位 媒体人 Nisa Rickinson 就说 我们一定要说 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我们所有说的事 房间里面每个记者都会知道原因 我知道的是 我们女事主的勇气 是鼓励了 超过十几万名 善良的妇女和男子走上街头 因为他们已经守够了 而 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女士 指这位 女士敢出来 指证他的前男同事 但是 或许你是善意 但是你的善意 是害了这宗案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马元 昨天 榜